男人在马路中间打电话查话费 一辆前四后八突然出现 重重撞在了车子的侧面 巨大的撞击力将小车推出了一千多米 卡车司机跳下车 抢走了对方的行车记录仪 还顺手薄死我死者的一把头发 当警察改来的时候 凶手早已消失不见 车上的男人也被凶手薄死了 这个地方刚好是监控死角 很明显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谋杀 死者是一名孤儿 名叫曾在搞 他的铁哥们儿悲痛不已 发誓要为阿稿报仇血恨 发生火灾 只有三个孩子幸存 如今一个失踪 两个被杀 这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的领谋 两千公里外 身价千亿的财阀老李太太 正在公布自己的遗嘱 她觉得自己年龄大了 准备将公司股份 评分给三个高管 可就在前几天 她突然得知 自己驱逝二十年的独生女 竟然有个孩子 也就是说 她还有个亲外孙 在宫儿院长大 为此她突然改变了主意 决定不惜一切代价 也要把这个孙子给找出来 继承自己的庞大家业 这样的决定 对三个公司免老来说 无疑是沉重打击 为了利益 某人策划了 秘军人性的屠杀孤儿安 奇怪的是 被杀的三个火灾幸存者 都不是老李的孙子 这让幕后boss很是气愤 另一面 毫无头绪的精绪 回到桃花园 决定让王魂 集思广义 帮自己调查哥们的死因 就在此时 门外传来一阵尖叫 那个杀人犯的鬼魂 死后贼心不改 依旧做着伤害害理的事 他结识了一个孩子 威胁村民 让自己离开桃花园 大妈趁其不备 一把将孩子抢过来 歹徒掏出四十米大刀 直接捅穿了大妈 好在他们都是不死之身 警察的王魂 掏出手铐 将胆图制服 金许则在不动现场 捡到了一个奇怪的项链 他打开一看 差点惊掉了上把 项链照片上的那个孩子 竟然就是二十年前的自己 小时候 妈妈经常带着这个项链 都自己玩 正当他陷入回忆的时候 受伤大妈 一把张项链抢过来 继续呆呆地望着女人 一瞬间他全都明白了 那个大妈 就是自己消失了 二十年的亲生母亲